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2017年 著名的睡眠领域专家 马修博士说 熬夜无罪 基因决定晚睡晚起 人群中仅仅40%的人适合早睡早起 还有30%本就适合晚睡晚起 对 我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熬夜负罪 然而 纵观人类熬夜史 其实有三位神人 让我们一直熬夜 一直说 这三个人中 一个是狡猾的商人爱迪生 一个是无私的天才特斯拉 但还有第三个神秘人 他是谁呢 想象一下 各种LED灯光打屏 是怎么突然出现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熬夜革命 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来源于这位神秘人的发明 而有关他的故事呢 我们从最最远处的人类熬夜之梦开始 时间回到7300年前 一所破败的木屋中 考古专家们从中挖出了 人类最早的蜡烛 非常奇怪 这竟然是一块块的蘑菇 复原以后还很大 看来古人真的是奢侈啊 为了熬夜 把三眼底的千连灵芝 全都给烧绝了 时间一转眼过去了5000年 司马迁说 秦始皇的地宫中 有一种千连不灭的油灯 用人鱼膏做成 然而 无论是豆油牛油人鱼油 当时古人都不得不承认 哪怕你是秦始皇 想熬夜也得呛烟 所以当年秦始皇与七十博士酒宴 喝麻了 决定焚书坑儒的那个现场呢 可能真的是油灯质量不太好 把一屋子人都给熏蒙了吧 接着一部是1300多年的沉沦 到了1300年代 意大利人把轰辣提炼加工以后 一只极奢侈的黄色蜡烛出现了 可以持续燃烧一到三个小时 再加上层层叠叠的烛台 就像我们在库布里克的神片中 看到的那样 这个发明 为当时的欧洲贵族们 开启了奢侈的夜生活 他们开始夜夜升歌 华装舞会 同时也开始拥抱假发和眉毒 还有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先前专门说过 而与此同时呢 中国这边 蜡烛的蜡子 为什么是穷字吗 因为有一个天才的四川人 从树上搜集到了白蜡虫的油纸 做出了一种十分漂亮的白色蜡烛 燃烧持续两个小时 无烟无味 照亮了大宋之夜 也照亮了金瓶煤的细节 当时皇帝赤足二十笔 这就得上史书 白色蜡烛十分珍贵 而金瓶煤中呢 却又有各种长蜡烛 低蜡烛的描写 反正大宋不夜城的具体夜生活 很寒 但也很烧钱 那如何省银子 四百年后 西方人终于用金瑜的血肉之躯 把蜡烛的价格打了下来 这是一段人类用鲜血熬夜的历史 金瑜濒临灭绝 但幸好 1825年 两位法国化学家发明了 从石油中精炼石钠的方法 这种石钠蜡烛十分廉价呀 但英国人却说 竟然能从石油中提炼石钠 那何必多此一举 直接从石油焦煤中提取天燃气 然后用管道输送 再在每家每户点燃燃气灯 这样不就行了吗 于是 真正的伦敦巴黎不夜城诞生了 煤气公司也成了那个时代的神之高科技 但很快 恶行竞争来了 各种煤气人公司跑马圈地 煤气质量变得越来越差 不是一家四口因煤气泄漏而死 就是伦敦大货因煤气泄漏而起 如何更安全呢 接下来的故事 就叫做爱迪森的真相 那个狡猾的男人登场了 爱迪森曾说 天才大约是2%的灵感 加上98%的汗水 然而爱迪森究竟如何成功 他说自己是个苦命耳聋又辛苦的暴童 但是让爱迪森的发迹 是由于他在15岁那年 卖爆途中救了一位绅士的女儿 绅士让他进了自己的铁路公司 教他发电报 还让他垄断了自己铁路上报纸和电报的业务 16岁爱迪森就懂立人设 22岁就懂靠公司运作 改进电报机专利 赚取了第一笔巨额利润 公司越做越大 27岁爱迪森决定在高科技领域说哈 用电灯点亮城市 他要掀翻煤气公司的牌桌 但事实上 爱迪森当年的电灯专利 根本就不是乌丝灯 而是一种早就被专利过的碳丝灯 他从发明者一双手中买下了专利 然后他不停的联络投资人 告诉他们 虽然灯泡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但干翻煤气等 绰绰有余 利润巨大 果然爱迪森因此靠上了摩根家族这棵大树 然后1879年的最后一天夜晚呢 3000多名社会名流行业专家 还有媒体记者 被邀请到了一片漆黑的草民 上去参加爱迪森的发布会 没人知道这是哪出了问题 但当爱迪森打开开关的那一刻 谁也没见过如此明亮的夜晚 然后爱迪森就这样让我们进入了全新的熬夜时代 妈 这是一枚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爱迪森牌灯泡 爱迪森的灯泡很便宜 成本1.1美元 售价却只要40美分 但你把灯泡买回去有什么用啊 你需要的是一整套电力系统啊 于是爱迪森公司为你上门服务安装调试 并且维护那样一栋像楼房一样大的直流发电机 它可以为方圆800米供电 刚好是一个贵族庄园的面积啊 因此当年奢侈的慈禧太后 成了爱迪森公司的客户 电灯是安全清零了 但电力却依旧贵族 爱迪森因此赚得盆满不满 可他公司的一个实验员却说 我有办法把廉价的电力输送给更多的人 这个实验员就叫做特斯拉 他原本是爱迪森的粉丝 当到爱迪森公司就独自修好了油轮发电机 又很快设计出全新的湖光灯技术 果然特斯拉脱颖而出 获得了一个单独向爱迪森提案的机会 特斯拉拿出自己的交流电图纸说 它能传输得更远 如果使用它 那我们就真的能用一座交流电站点亮整个城市 但爱迪森800米的直流供电模式 哪是特斯拉能懂的商业轨迹啊 爱迪森说 你有时间搞这些发明 不如先帮公司改进直流发电机 你做一套方案 如果可行 我给你5万美元的奖金 果然之后的10个月呢 特斯拉疯狂加班 重新设计了20多种不同型号的标准机型 爱迪森公司从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巨额利润 但当特斯拉找爱迪森索要自己那5万美元奖金的时候呢 爱迪森却说 你不懂这是美国人的幽默吗 就这样 特斯拉离开了爱迪森 而爱迪森也很快遭遇到了麻烦 当时名叫西乌电器的公司 短短一年就建起了60多座发电站 而自己辛辛苦苦五六年也才100多所呀 更何况 自己一所发电站供电800米 而西乌的交流发电站 一所供电20公里 不用说 这肯定是特斯拉干的好事 原来 在离开爱迪森以后呢 特斯拉与西乌电器的微老板联手 决心用延价的交流电 服务人民 接下来爱迪森展开了他恶劣的反击 他先是用交流电做各种电机动物的实验 甚至为此发明了电行椅 还将电行屋宣传为西屋 然后他又和火尔街联手 开始攻击西屋电器的财务问题 说他们账面上还有一笔数千万美元的专利费没有支付 原来 这笔专利费属于特斯拉 他当年拿着图纸见微老板的时候 微老板承诺过 以后每发一马尼的交流电就给他2.5美元的专利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特斯拉追究 他将立刻成为超级富豪 但爱迪森还是小看着特斯拉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被金钱所奴役 特斯拉撕毁了他和微老板的合同 并向媒体宣布交流电专利永久免费开放 1893年 特斯拉和微老板来到尼亚加拉大瀑布 他们在这里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水电站 交流电被输送到35公里以外的水流城 整个城市通宵未免 而特斯拉却在这个时候说了 自己要离开了 自己要去做无线电 要让100年后的世界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人都能享受无线输送的免费电力 这些有关特斯拉塔微老板和爱迪森的后续故事 我们会员频道细说 总之到此为止 爱迪森输了 不仅输掉了电流之战的官司 还输掉了对爱迪森公司的控制权 爱迪森公司被并购 在赶走爱迪森以后 那些优秀的工程师们 创建了全新的通用电器公司 当时公司上下都知道 白智灯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大约只有6%到2%的电能被用来发光 其他的能量全都以热辐射的形式浪费掉了 所以特斯拉虽然赢了 但人类追逐光明 畅想熬夜的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 于是整个公司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明之路 1906年通用公司购买了乌丝灯的专利 并将它进一步工业化生产 1938年通用公司发明了荧光灯 1962年又发明了光电转化率 70%到50%的红色LED 紧接着是绿色LED也出现了 突然所有人都意识了 这个小小的LED正是开启新世界的宝藏啊 而现在只差最关键的一个东西了 蓝色LED 因为如果集齐了红黄蓝三原色LED 就能够产生白光 而有了白光 工程师们就能拥有一切人造光 可是无数顶尖的电子企业 通用IBM 3M 贝尔实验室等等 谁也无法吃下这块价值万亿的去打蛋糕 直到1993年 日本乡下传来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 1993年 这恰好是特斯拉点亮水流程的100年之后 日本得到的一家乡镇企业说 我们造出了蓝光LED 怎么可能 无数的越洋电话打到了这家小厂 从此 我们故事中那位第三神秘人 出现在了世界的眼前 他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研究员 名叫中春修二 有人说中春的成功源于他像特斯拉当年一样 遇到了一个支持他的好老板 但也有人说 中春修二改变世界获得诺贝尔奖 公司却只给他发了2万日元 折合1140块人民币的奖金 他被外国同行们叫做奴隶中春 所以中春修二的故事究竟如何了 其实我们不妨从传说中 他那位慧眼思诸的老板说起 这位老板叫做小川信雄 毕业于德岛大学的医学系 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太平洋最惨烈的 所罗门战役当中担任药剂师 那场战斗中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死了 但他却活了下来 他说自己在美军战俘营里 见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蓝色灯光 而这正是当年通用电器发明的荧光灯 小川在了解以后 下定决心 他也要造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发光体 等到战争结束 小川立刻向通用公司申请 获得了荧光灯的专利 并且凭借着仿制荧光灯 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还在老家德岛创办了日亚化学 然后时间来到了1979年 这天一份名叫中春修二的研究生简历 被摆到了小川的办公桌上 修二这是个什么人 为什么一个堂堂研究生 要来我们这家小厂应聘研究员 我们的研发部一共三个人 还有一个是我小川自己 修二这个怪人究竟在想什么 小川当时看不透修二 但事实上修二在递出这份简历前 大概经历过这样几件人生小事 修二是个从小学习成绩不好 体育也不行的慢小孩 深入中学的时候 被他哥哥强迫加入了排球社 然后这一加入 我们才看出修二的天赋 原来这是一个社交达人 他和谁的关系都很好 年年被小伙伴们推选为学习委员 但就是这样一个天生的社交大哥 却梦想着成为物理学家 发明家 他说那会儿大家都爱看铁壁阿童木 别的小朋友都想当阿童木 但自己却想成为发明阿童木的茶水博士 深入高中的时候 修二凭借着逐渐开窍的小聪明 考入了监制班 但全班40人 他每次都是389名 有一次老师找他谈话 让他别参加排球社了 你很聪明 你努力 能考上好大学 否则再这么下去 你会留级啊 而接下来修二的回答 让我们的一眼看清他的性格 他说 不行 排球社的兄弟们需要我 我是队长 如果我走了 排球社就会解散 虽然排球队成绩不好 但我不能扔下兄弟们不管 这真是 不想当发明家的社会大哥 不是好学生 经常却有点奇怪 但老师呢 还是拿住了修二这点理想 稍加引导 修二端正的学习态度 成绩也就稳定在那20名左右 这恰好是那个 既照顾了老师的良苦用心 又没有辜负兄弟们的 社团情义的水平 已经进到考大学的时候呢 老师又来劝修二 你不是想去东京读物理吗 最后冲刺一把 你们排球社天天集训 太耽搁你的学业了 一定行的 这个时候 理想和意气 在修二心中相撞了 最终 修二选择了不辜负哥们 他自己的成绩也果然平平无奇 分数只够读他们老家三流的 德岛大学 最要命的是 德岛大学 根本就没有物理系 这对很多人来说 大概就是改变一生的打击吧 但在后来的媒体采访中 修二却说 我知道我如果不参加排球社 年纪第一一定是我的 但如果选择这条路 太容易了 人生反而会失去任性 我入学德岛大学的时候 一点也不后悔 我想着 以我的学习能力 我两三年就能把本科读完 我还可以考研究生啊 研究生我再考去东京读物理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果然 修二在大学期间学得非快 而且这当中呢 一个名叫多田修的老师 给他们讲电子工程 讲的正好是蓝色LED 修二立刻就被这颗 无数科学家 无数顶尖人才 都在追逐的桂冠所吸引了 修二认定 这是自己的使命 自己毕业以后 一定要去东京 研发蓝色LED 然而 等到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呢 我们却惊掉了下巴 怪人修二竟然依旧 报考了德岛大学 他并没有去东京呢 这是错乱的吧 但修二却说 是大三那年吧 十分离奇 自己鬼使神才的参加了一个 食堂旁边的派对 本来自己大学这几年是 图书馆食堂宿舍三点一线 专心学习 从不参加社团派对什么的 但那天派对就在食堂旁边 自己过去一看 然后就被一个叫玉子的女孩勾去了魂 那个社团有一个传统 是一项宁教散步的环节 就是学生们坐车到 离大学四十里地的站下车 再走回学校 于是 修二在满天的星光下 滔滔不绝地讲宇宙物理和自己的少年梦 玉子虽然听不懂 但也满脸微笑 不停地点头 就这样一个朴素的男孩 竟然赢得了美女玉子的芳心 而且没多久 玉子就怀孕了 所以为什么研究生不去东京 因为玉子说自己不想离开德岛 你想再次和爱情相撞 去他的毫不犹豫 修二再次选择了德岛还去什么东京呢 我在德岛一样能成为物理学家 成为茶水博士 这就是修二 时间一转眼来到了1979年 修二二十五岁 他不愿进入了小川社长领导的日亚化学研发部 现在全部上下有四个骨干力量了 当时日亚化学只有180多人 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 农忙的时候甚至没人来上班 日亚化学是个奇怪的公司 虽然公司是化学品制造商 但主要的盈利产品 却是荧光灯和电视机显像用的荧光体 小川社长也是知人善用 他告诉修二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半导体材料 叫做零化夹 销路很好 你就负责研发这个产品吧 而零化夹是什么 这不正是当时被用于制造LED的原料吗 当听到零化夹三个字的时候 修二瞬间就爆发了自己的小宇宙 虽然修二当时经费少得可怜 还表面上是小组研发 结果却是自己单打独斗 当修二跟大学好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 对方担心的问 你去的是一家正规公司吧 这还不算 要说实验器材 他也约等于没有 比如精致零化夹需要用到透明石英管 大企业一般都是采购现成的石英管 可修二这里预算不够 只能把用完的石英管切割融接以后 再反复利用 所以经常一整天从早到晚 修二都是在那里融石英 融完石英还不算 下一步 加工用的机器也是自己修修补补的破机器 因此爆炸对于修二来说 那是家常便饭 起初同事们听到爆炸声还会飞奔过来问一句 中春你还活着吗 但后来麻木了 当听到爆炸声 他还也只剩嘀咕一句 就来了那中春 这种爆炸 一个月少折三四次 多折七八次 再加上修二的办公室狭角 而您这种东西又特别爱起火 所以每次爆炸还伴随着一场小型的火灾 而中春呢 弄是不怕 因为机器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每次快爆炸的时候呢 他都能精准预判 然后提前找好掩体 如此六年下来 竟然没有受过一次伤 这六年当中呢 中春一共砸出过三款产品 投放市场 却都根本买不动 一点也不赚钱 慢慢的 同事们做中春是公司的吸金虫 甚至在大会上公开指责 也不知道你这个家伙究竟在干什么 每天花钱如流水 我们辛苦赶至荧光体 挣的钱全被你活活了 你还是早点辞职吧 但幸好有小川社长护着修二 于是 这天修二找到社长 说出了一个无比大胆的想法 请允许我研发蓝色LED 乡下企业 爆炸中春 这可能吗 索尼松下IVM几十年了 谁也研发不出来 甚至孟三都的一位高管 当时已经给蓝色LED判了死刑 认为他永远不可能被用作造谜 只能是仪表盘上的指示灯 和立体音箱上的开关键 所以如果你是社长 一定会劈头盖脸的把中春骂一顿吧 好歹特斯拉当年见威老板 也是拿着交流电发电机的图纸去的呀 你中春一没在爱迪森那种大公司干过 二没有任何成功经验 还一上来叫研发蓝色LED 这简直是死其白捏吃大户啊 面对公司上下的一致反对 小川社长却说 修二这家伙虽然爱吹牛 但该干的事不含糊啊 不管卖的好不好 他是这几年唯一一个研发出新产品的人 如果要说我们公司还有谁 能研发出荧光体以外的产品 那就只有中春了呀 说完社长直接给修二 新了5亿日元的研发预算 这是当时日亚花旋年利润的20% 结果中春却得寸进尺 没几天又来跟社长说 我相中了一台机器 买回来不仅能帮我们公司改进工艺 同时还有可能能用在未来制造蓝光LED上面 但这台机器呢在佛罗里达 正好你送我去佛州留学一年 我一边学习一边考察这机器 如果真的可行 我就把它买回来 在同事们看来 这简直是中春这个狐逆精迷惑了社长 如此过分的要求 社长竟然又答应了下来 但来到美国的中春 其实面临着更大的尴尬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说英语啊 佛罗里达大学里那些高冷的博士们 他们一听说中春没论文没学历 还不会说英语 就直接把他扔到了侧间当中 平时也纷纷避着他 认为他就是一个技工 说是来和世界各国的顶尖学者交流 但中春却整整修了十个月的机器 有记录的使用次数只有十次而已 这几天中春暗暗的发誓 我一定要研究南光LED 而且要研究那条不被看好的碳化加方向 为什么 后来很多媒体问中春啊 你为什么一上来就如此确信 淡化加可行呢 当时南光LED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是淡化加 一是西化新 每年的学术交流大会 西化新会场都有五六百人参加 这是主流方向 而淡化加只有区区五六个人而已 谁也不看好这条仅仅理论可行的方向 中春幽默地回答记者 因为当时日本评选博士的标准 是发五篇高质量论文 我想着淡化加研究的人少 论文好发而已 我就想赶紧发五篇论文 评个博士再学会英语 这样就不用才被他们当工人使唤了呀 中春的一年留学生涯 就这样在维修车间里度过 1988年 中春带着那台昂贵的机器回到得道 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更加无法忍受的区域 1989年 小川社长宣布 由于自己连势已高 健康受限 不得已将日亚化学社长一职 交给自己的旅婿 小川英智担任 俗话说 一朝天子一朝城 何况是封建主义更生的日本地方大明呢 旅婿立威 当然要拿公司里的锡金从中春开刀啊 当时恰好日亚化学的一个大客户 松下公司的一名高管来日亚讲学 当他听说日亚在研究淡化加方向的时候 在黑板上画上一个打打的茶 用虐待不屑地说 淡化加没有未来 当天下午 中春就收到了董事会的决议 热令他立即停止研究 不准再浪费公司资源 就连中春已经写好的论文 也不准中春发表 甚至在中春的办公桌上贴上了 禁止司法论文的警告 研究经费全没了 现在陪伴中春的只有那台佛州机器 但中春的研究却还在悄悄地进行中 1990年 中春觉得自己只差宁门一角的 淡化加绝对可行 而且千真万确 就能用这台佛州机器制造出来 中春在机器中 把淡化加和煤粉一起加热到400度 这在普通科学家看来 就是在制造炸弹 甚至有点炼金休闲的味道 但中春对炸弹和高温的了解 其实普通科学家所能提 而且他对这台机器 简直就像情人一样 他相信经过这道被自己称作 高温炊火的工艺以后 再通入氨气 就一定能制成产品 果然 1991年8月11日 上午11点左右了 一组数据出现在了电脑上 修尔想尖叫 但他依旧隐忍地下来 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激动地写下 我到达了富士山地 然后偷偷地写好论文 投稿出去 这个时候 修尔依旧感念脑涉上的恩情 以公司的名义 递交了专利申请 但很快 麻烦也随之而来 关系了一家电子厂看到的论文 赶紧打电话过来 听说你们搞出了大东西 接电话的市场 不经理一边敷衍 一边就打电话给中春试探 你知道蓝色LED吗 中春立马大 不知道没听过 随着询问的人越来越多 公司还是发现了真相 而这次 董事会却换了一副嘴脸 命令中春 立刻将蓝色LED商品化 然而中春知道 这个时候的产品还不完善 如果急于投产 那么大企业将很快地赶操他们 但这种留一手的深思远虑 中春又如何与董事会和小社长 去有效地沟通呢 他只能再次背账公司叛徒的马里面 继续研发精进工艺 就这样 又是整整两年的辛苦公关 没有假期 没有周末 终于1993年 中春顶着巨大的压力 完成了所有研发 大工告成的那一刻 他激动地打电话给小社长 说社长快过来 我这边搞出来了 社长在看到他的蓝光LED后 淡淡地说 哦 这不是很棒吗 而中春却跑出办公室 不自跳的脑高 他为自己庆祝 就这样 中春的迎刃再次为日亚 筑起了厚实的壁垒 当发布会正式举行 一位东芝公司的研究员 这样形容整个行业的震惊 在场所有人都提着自己的裤腰带 就像被人拔光底裤 颜面浸湿一样 而另一位了解中春的 松下研究员则说 中春是穿着木机 登上珠穆拉玛风的人 据估算的 截止1999年 日亚化学登记的相关专利 高达128项之多 等到这些专利纷纷到齐的时候 日亚化学能从中获利 高达1.2万亿日元的利润 1993年 发布南光LED之前 日亚营收200亿日元 仅仅三年以后 营业额翻番 达到了400亿日元 到了2001年 营业额再度翻番 高达800亿日元 其中60%来自南光LED 日亚不仅成了全球最大的LED供应商 还依靠中村打下的技术壁 成了第一家实现白光LED 开启LED照明LED荧幕的创新型企业 可就在这飞速发展的十年当中 中村修画的工资 却几乎没有涨过 当年开完发布会 他的南光LED震惊全球以后 公司也不过给他发了 2万日元的奖金 约等于1140块人民币而已 这在外国学者看来 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因此调侃中村 把他叫做奴隶中村 中村不光顶着这么个外号 公司还时不时的 阻挠他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比如1996年 一场国际半导体物理大会 主办方邀请中村去做特别讲座 那会儿公司认为 中村一个月前 刚刚出国参加过一次会议 所以这场会议理所当然的被拒绝 但对方十分有诚意 哪怕被拒绝 还一年发了六七次邀请的传真过来 后来当朋友问中村 这场大会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啊 台下听你演讲的 都是诺奖级的大神 你怎么不参加 面对满脸不可思议的朋友 中村也只能苦笑 到了1999年 中村看透了日亚 他选择了离职 接受美国大学的邀请 前往美国工作 并且开始为另一家LED工厂提供咨询服务 但这在日亚看来 简直是无法原谅的叛徒行径 他们立即将修二以泄露公司机密为由 告上了法庭 修二当然也不接受这种屈辱 他抱走了 他把这么多年的委屈一股脑的倾诉出来 反手也将日亚法学告上了法庭 要求索赔20亿日元的发明补偿金 但东京地方法院评估以后 于2004年1月判决 责令日亚法学以10倍价值赔偿中村 也就是200亿日元的赔偿金 社长小川英志表示 无法理解令人震惊 但后来日亚却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与中村达成了庭外和解 支付8.4亿日元后 中村撤销诉讼 而这笔钱呢 仅仅够中村支付律师费而已 伤心的中村再次选择了离开 他平静地离开了日本 来到美国加州担任教授 2014年 因此蓝光LED对照明改革做出的突出贡献 休二与另外两名研究理论的日本物理学家 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LED不仅更小更亮应用更广 而且更加环保节能 他将电能充分地转化成光线 大幅减少了全球的碳排放 如今我们的手机路灯广告牌 全部得益于中村的这项突破性发明 但未来的故事还在继续中 2022年 中村在加州成立了一家专门研发核聚变的公司 公司声称 计划在2025年完成第一台原型机 2030年左右 利用激光技术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 既在日本或美国建立一个可生产1000兆瓦的核聚变反应堆 到此为止 从远古的低根柏菇蜡烛 到爱迪森和特斯拉的电气革命 再到中村休二的南光LED 我们是否真的能在不远的将来 更进一步掌握可控核聚变 人造太阳的技术了 也许这才是人类偶叶士早已预定好的篇章吧 从人造光线到人造太阳 我们曾经举着火把离开洞穴 未来也必将乘着太阳飞向星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幸好是特斯拉和中村赢得了官司 否则你这个故事就太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